一般公車停是像這樣子 面對馬路 讓乘客可以時時刻刻緊盯動態 但是現在台中市新設的公車停 是像這樣子分字形的 公車停變反了 還是有一些民眾不太習慣 有一點怪怪的 反向公車停在西團福克 東大路口覺得更誇張 民眾坐在椅子上 背對馬路公車有沒有來 怎麼知道 我覺得面向公車 比較可以看到他可以來的那個 還可以比較知道他可以來 如果背對著的話 好像看不到公車 公車停反著蓋 靠馬路的這一片玻璃 左邊開房間門大小的洞 讓乘客能方便上車 但有的人覺得太擠 還是繞到旁邊等公車 繞到旁邊來 但是這已經剛做好 這個也沒有必要說去處理 那大家習慣就好了 台灣大道公車停 還是維持舊友模式 但文心路上的幾乎 都改成反向公車停 市府說會這樣設計 是考量人性道空間 它可以維持既有的這個 後車停的功能 那另一方面呢 它也可以保有這個 五障礙通行的一個足夠的空間 雖然民眾多有抱怨 但市府強調 反向公車停 座椅有改良 都是面向來車 乘客也得多多習慣 這蓋反的公車停 記者許一文 李雲傑 台中報導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